好 接着看到的是国内篮球的消息 UBA大专篮球联赛男子组的预赛是在今天开打了 寻求未免的球队就是台湾艺术大学 第一站面对文化大学就陷入到苦战了 对 不过台一大在队长肖顺义负伤屏战的带动下 下半场成功逆转 最终以98比77拿下新球季的开门红 台一大主将肖顺义带伤屏战 在103学年度UBA预赛第一站 面对文化大学的硬仗中 带领队友从落后成功逆转 寻求UBA未免的台一大拿下开门红 球队在落后情况 他扮演自己是队长的角色 那带领球队把整个球队的 不管是气氛也好 或防守端进攻端的一个带动 都有他整个把他带动起来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队长 我觉得就尽量多开口 然后带领学弟就慢慢的 一场一场拿下胜利就可以了 预赛第一场比赛就遭遇挑战 对台一大来说收获不少 除了肖顺义称职扮演队长角色 一年级新生邱伯章也做好替补工作 是台一大阵中亮眼的新人 预赛就打循环赛 相对会比较累一点 所以会好好做好准备来 对 当然是新人王 对 拿冠军这样 可以替补我们马上可以上场 然后就是可能有些球可能太急了 就是稍微改一下会更好 台一大在上学年通过重重关卡 拿下队史UBA第二冠 现在主力球员肖顺义 邱金龙更加成熟 大一胜利军也成为球队的极战力 被看好有机会完成二连霸 卫冕的比赛原则上是表示说 你如果打到今年的决赛 那一场球赛才称之为卫冕 那大家一场球赛一场球赛 去做努力 想办法能不能在每一场球赛赢下来 到后面有机会打进决赛 那才有所谓的卫冕的一个状况 不想好高骷远 对于这只鲨鱼军团来说 球技才刚开始 想要寻求卫冕也要一步一步来 做好每一个细节 才能站上冠军战舞台 有点TV 吴嘉佑张一琪 新北市报道